新书快报 三流的大学 里面的大学生 他们生活是什么样貌呢 每一天在读书 翘课之间 打牌 电玩 还有性爱 但是这些学生啊 心里面始终都摆脱不掉 就业的恐慌 作家陆内 他的最新小说 云中人 就要带我们看看这些大学生 很变态的日常啊 在这本书里头 竟然还夹杂了一个 连续杀人推理故事哦 为您请到了 陆内老师 老师您好 您好 您的小说啊 具备了一切好小说的特质 光是开场就 让我非常的震惊啊 因为我们看到 在校园里头 有很多的树 树上高高挂着一大堆 用过的保险套 我想这是大学校园里面 那个荒唐式的其中一部分 这个书里面 我觉得主轴是校园生活 怎么会想要夹杂 一个杀人的事件呢 类似这样的事件 还真的是发生过 但不是发生在 我这一代的大学生身上 发生在我太太的那一代大学生上 她1980年生 她就特别恐慌 她经常会说起 她的整个 刚刚念大学的时代 当时上海就出现了一个 敲头的 这样一个杀人狂 但她不仅是杀人 她还抢劫 她抢劫的女孩子的金像链 这个记忆就成为 她那一代上海的女孩子的 就是黑色记忆 欠在了这个青春回忆中间了 她经常跟我说 然后我就觉得好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是可以写的 陆内老师 以往写的作品 有文革时代 或者改革时代 我觉得比较灰色了 到现在这个大学校园生活的时候 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奔放 然后但是又很多的担忧的 这样一个校园生活 这一群大学生 他们的个性跟要貌都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那时候 就急着想说毕业了 就一定要找工作 我觉得在树里面 有一个角色 也许可以代表这种焦虑 这个角色叫做郭仔 能不能谈谈 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人他有一种妄想症 觉得这种大学里面 有妄想症的男孩子 其实太多太多 但是好奇怪 大学里面女孩子都很现实的 是不是台北 台北是不是也这样 女孩子脑子很清楚的 但男孩子经常会处于这种 很混沌的状态 他觉得这个世界 是按照我的设想来的 我用我的方式 就能赢下这个世界 这个跟时代特征有关 因为在2001年左右的大陆 当时的互联网刚刚起来 然后出现了一大批的 互联网的产业 互联网企业的工资很高 而且给到刚刚毕业的小孩子 工资也很高 于是他们就进去 有这样一个成就感 然后当然美国两三年 跟我说互联网泡沫崩裂了 所以郭宰在里面 其实他遭遇到很多挫折 对又被裁员裁掉了 这样 郭宰这个人物会带有很多的 我见过的这人身上的一些特质 但是他们也不讨厌 你有时候只是觉得 兄弟你好可怜 你知道吗 其实树林还有很多很多的主角 也许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夏小凡这个主角 他身边有一堆女孩子 那一个又一个的被那个狼头垂杀 或者是就失踪了 云中人里头有一个主角 就是我们要看这些女性 他们那种恐惧感 但是这个夏小凡的个性 我觉得超精彩的 他很碎嘴 他又很淡然 他相对于那些一天到晚追逐 女性的那些男同学们 又不太一样 我看到有一段是 就是校园里头发生了一次 这个凶杀案 就有人自告奋勇出来 要组那个联防队 这个夏小凡就一去吐槽 人家那个联防队的兵器很差 能不能讲讲说 你为什么会塑造一个 这样淡然碎嘴 内心有很多对话 这样的主角呢 小说中的这个我 他一定是整个故事的中轴线 但是当时在写的时候 我就觉得 如果这个人物永远旁观 那这故事会不成立 他会不好看 他变成一个散文式的小说 但他从一开始就介入的话 又太狗血了 太惊悚了 所以你看这故事 从开始的部分 他是一个旁观的角色 他始终在评价各种人 东一郎头西一郎头 这样来评价 那没有好话的 但是当这个故事 一路推进到 把他自己卷进去的时候 他从一个旁观的角色 要进入到 我是一个侦探的角色 然后这个时候他很兴奋 我终于可以 跳出这个旁观的角色了 我终于可以 不用再去碎嘴 其实他也很讨厌自己 这种碎嘴的样子 我终于可以去做这件事了 但当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发现他被做了 他被人做了 所以他会 这个小说里出现 这样一个反转 这个书叫做云中人 我想可能跟网络产业 有点关系 陆内老师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主轴 我不确定 你是不是在书里面 把他明目张胆 拿出来说 这是我们的标题 但我觉得变态这两个字 是我觉得书里面 我最常看到的状态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 各自的变态 例如说拿着一个漂亮的 女孩子的人形立牌 然后放到自己的被窝里 这样的变态 在众多的角色跟变态当中 有没有哪个变态是 您觉得可以特别拿出来 介绍给我们读者的 我觉得那个角色里的 那个小广东 那个图猫人 杀猫的那个 因为他不是广东人 但就是因为他曾经杀过一只猫 所以被把人绰号 喊成小广东 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 想想这个事 我觉得对广东人 好像也不太公平 因为我见过 好多广东人 其实还挺爱毛的 你知道在大陆 最近五年的话 这个猫是特别受宠的动物 但这个小说 它写的是2001年的故事 在那个时代 人们对于变态不太了解 因为刚刚接触互联网 十几年之后的 人们对于变态的了解 已经比对自己父母 都要了解了 你知道人们能说出 各种各样的变态 是什么样子 因为电影电视实在看太多了 我看到这个小广东的时候 本来以为 他是一个虚晃一招 没想到看到后来 他身上夹杂的 很多很多情节的关键 就是不只是杀猫 这个形象而已了 他其实帮人家 仲介各种的什么家教 电脑工作 跟这些女孩子的互动 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那这是陆内老师 所写的云中人这本书 就两种味道 我在看的时候就一直觉得 好好笑 那好惊悚 然后我一直想知道说 后面到底是怎么样推进的 那您的小说里头 其实有点老派 就是有一句话 写的超好的 我很想把它记下来 我是不是真有点老派 比如说里面就有一个咖啡女孩 她就会突然就冒出一句话说 咖啡店的女招待所说的话 总会有她自己的道理 类似隐蔽的真理 就突然跳出来 就有一个这样的金句 而这个金句每一个主角几乎都有 我觉得这不是我在说话 是这个叙述人夏小凡在说话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模拟他的想法 如果真的是我陆内这个作者 在那写一段话的话 我觉得这个话挺傻的 但是发自这样一个大学生 其实他还隐隐的喜欢那个女孩子 他老想跟那个女孩子发生一点什么 那我觉得他一定会给自己找一点理由 让自己去接近那个女孩 他就会找一些 你知道找理由的话 所有的理由都会成为金句 一个人给自己找借口的话 那些借口每一个借口写在墙上 都是可以成为格言的 那我在书里面 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像是 我们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 村上村树的那个味道 比如主角的对性爱 明明很浓烈 可是他有点淡然 又要把它盖下去 不晓得有没有人曾经说过 您跟村上村树有一点像 那不晓得你 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或者怎么回应呢 我不介意 就是这样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 当时确实有人跟我说 他说 就说前半部分像村上村树 我说是啊 一个人在叙述的时候 那仍然不是我是指这个下小贩 那么这个话语方式的话 它像一个模板 它是嵌进去的 打个比方 你可以找到台湾式的叙述方式 你可以找到村上村树式的叙述方式 而且这个村上村树 还不是台湾的赖明珠老师翻译的 是大陆的林尚华老师翻译的模式 因为大陆人看林一本 然后你还能找到其他的方式 通过这个模式 能把这个情节给拎出来 让它提升出来 至于到了后半部分 随着这个情节的推进 故事往下推 就不存在这种模仿了 我就看到云中人的后半段 有一些爆笑的场景 我觉得那是您独特的东西了 像例如说他们要去找工作 然后在一个废弃的大楼里面 就搭一个很奇怪的电梯 竟然碰到那种神经病 然后最后还碰到 说好不容易要去面试了 结果竟然是被一个 那种无厘头的问题给搞到生气了 老说这个事情是件真事 我觉得也不太好 但是它真的是个真事 我当年在的那家公司的 我们那个公司在三楼 那个二楼就是一个神经病 那个二楼的神经病 他偷窥了每一个 在那儿上厕所的女孩子 然后搞到大家都实在是受不了了 然后一楼是一个偷自行车的人 那个偷自行车的人会把每一个 就男孩子 那个时候男孩子都很拽的 你要骑一辆很差的自行车 去找工作的话 你都觉得我好没面子 对吧 你肯定会买一辆很好的自行车 到时候还需要找工作下来 看自行车被偷走了 那个公司的面试 会出那种什么阿拉丁的哥哥是谁 这是怎么回事 真的会有这样吗 会有 为什么 就是我说的互联网和创业时代 刚刚起来 都是一些小孩子在那开公司 就是也就才二十五六岁的小孩子 自己就组了一个公司 组了一个公司的话 他没有HR 那些HR都是经过训练的 他没有HR 他就自己冲出来开始面试 他最后跳的员工 就是那个女孩子比较漂亮 我觉得你想要他 所以那个阿拉丁的哥哥是阿拉加伊 阿拉加伊 他会出这种脑 我们大陆叫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就出这样的问题 他不考你专业成绩 他觉得这个女孩子脑筋急转弯 好聪明 我就想要他了 当然要漂亮 当然要漂亮 这也是这个剧中被锤子给急杀的女孩子 共同的一个特质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陆内 来为我们介绍他最新的小说 云中人 实在是充满了各种趣味 疾风 还有惊悚的情节 也希望这个以后还可以看到陆内老师 写出更多更不同样貌的小说 谢谢谢谢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 新书快报